Odia Jungle 图围普京和特朗普近日,普京一个决策,让白宫彻底慌了。 有很多军迷都认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利亚进行打击,而俄罗斯却仅仅是观望态度,表示普京认怂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普京这次一出手,就拿一千名美军大兵开刀,将这一千名美国大兵围堵在了坦夫。 日后,这一千名美军士兵,也能成为俄罗斯的筹码,这次看来普京是搬回一城了,特朗普对此也只能无奈地表示,不要拿生命爱玩笑,坦夫是叙利亚的有一个重镇,自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就成为了美军基地。 据称目前在该阵内有上千名美国大兵和包括主战坦克在内的一大批武器装备,而且美国方面仍然不断地在向该地区增兵,不过现在已经被俄去联军围的水泄不通,而且有趣的是,尽管俄去联军地面部队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但是俄罗斯方面显然是不希望真的和美国军队爆发直接战争, 只是想借这个包围了,让美国军队孤立无援,迫起尽快撤离,突围俄罗斯的苏道35战斗机。 从目前的战况来看,叙利亚的政府军显然已经在俄罗斯军队的帮助下,从西方的导弹空袭中换果实来了。 众所周知,在前段时间,美国联合了英、法国两个传统盟国,组成了美英法联军。 无视,俄罗斯方面一再严厉声明将会不惜发动军事层面上的反击,对叙利亚的三个地点发动了上百枚导弹的进攻,而之后令人尴尬的是,俄罗斯并没有进行相对应的军事反击。 所以,俄罗斯一度可以说是丢了大脸。 所以,不管怎么样说,俄罗斯近日联合叙利亚政府军的强势行动,可以说是多多少少捞回了一些面子了。 事实上,从美英法联军空袭叙利亚后,媒体陆陆续续曝光的新闻来看,俄罗斯方面似乎并非毫无作为。 尽管其所宣称的叙利亚方面拦截了美英法联军多达71枚导弹,显然是很有水分的。 但是,俄罗斯还是用了另类的手段打脸了西方国家,图为英国核潜艇。 而这个被选中的国家就是英国,就在空袭发生后的第二天,就有英国媒体曝光和吐槽英国海军的机敏。 号核潜艇遭到俄罗斯海军的军舰的骚扰,而没有参加了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 据报道,当时有多达四艘俄罗斯的舰艇,对英国的宝贝,进行了长时间的追逐。 两艘潜艇和两艘护卫舰,最后是依靠美国反潜巡逻机的支援才逃出升天的。 要知道,英国的核潜艇可是在空袭的前两天,就已经十分积极地进入了战位,未可能即将到来,对叙利亚军事行动,做好安全的准备。 未曾想却被俄罗斯来了这么一手,可以说也使英国丢了大脸。 所以笛者认为,尽管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方面糟糕透顶,让俄罗斯在很多方面显得底气不足。 但是受战斗民族称号的激励,俄罗斯方面显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未来叙利亚的局势仍然很难明朗。